巴德巴约这球不应该 塔图姆死球后投篮被垫脚 热巴布满领恶饭连连摆手 NBA东部季后赛首轮 凯尔特人队在主场大胜热火队 大比分3比1夺得赛点 杰森塔图姆表现出色 全场投篮14中5 砍下20分11篮板5助攻 不过他在第四节剩5分钟时被垫脚险些受伤 当时怀特上前掩护被撞倒 裁判响哨进入死球阶段 塔图姆想要投篮试试手感 不料好友阿德巴约立即上前扑房 塔图姆落地时踩到阿德巴约脚上崴脚 摔倒在地表情痛苦 裁判在回放录像后 吹发阿德巴约一个一级恶意犯规 而霍夫德在拉起塔图姆前 特意撞了阿德巴约一把 领到一个技术犯规 对于裁判的吹发 阿德巴约显然难以接受 他朝裁判连连摆手表示不满 而热火队主帅斯波尔斯特拉情绪激动与裁判理论 不过并没改变这回合的判发结果 有趣的是 塔图姆这期间曾上前与阿德巴约理论了几句 要知道这两人是十多年好友 休赛期经常一起训练 不知热巴此举是否会让塔图姆感到生气 有中文受到酷UP 达蒜 根本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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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